主料,苹果200克,鸡蛋两个,辅量,油,盐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合所有材料,苹果切小块,洗干净备用,锅中放油,油热后先放入鸡蛋,接着放入苹果翻炒,然后加水烧开,最后放少许盐调味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 苹果含有抗种硫细胞的多糖体,对种硫细胞有很强的抑制作用,且具有免疫特性,此外,苹果还含侧尔毒素和模糊鱼和糖酸,经药里证明有抗病毒的作用,能抑制病毒素的合成和增值,苹果含有多种养败及军糖,该路纯糖,激素等,就可以改善人体形成代谢,增强体质,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等作用, 故可作为体弱病人的营养品,对肝炎,慢性胃炎,胃和食二指肠飞养,软骨病,高血压等都有疗效,对脚低血胆固吹后方治尿道结石也有一定效果, 对妇女更年纪的综合症可起调理作用,评估还有追风散行,输精活络的作用,可具腰腿疼痛,受足麻木,经络不失等症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